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 救国团关山镇团委会邀请了社区长辈以及学童们 举行跨代联谊的拼拼图活动 让社区据点老人以及国小学生一同来参与 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 搜寻线锁在图壳的外壳那边 小朋友与长辈们正在成堆的拼图堆里 要找出正确的图形 并将他们一续拼出 教育部为了倡导家庭世代共学 唤起各界对于亲情 孝道 以及敬老尊贤伦理道德的重视 从民国一百年起 将每年8月第四个星期日定为祖父母节 而救国团关山镇团委会 为了响意祖父母节 特地邀请社区的长辈以及学童 一起来拼拼图促进带间的沟通 关镇救国团还有结合我们 关镇公所还有仙岩陈宏中 在祖父母节的前夕 我们风泉社区的阿公阿嬷 能跟小朋友一起来玩拼图的一个游戏 让长者他们在这个没有孙子的一个日子里面 能够当一天的一个产生感情的一个连结 让孙子们跟长者能够一起很快乐的 多过这个祖父母节 祖国团响应祖父母节 特地举办跨代的联谊活动 邀请社区的长辈和孙子辈的小朋友 玩起拼图的活动 透过简单有趣的互动 让世代之间可以进行交流 促进彼此的情感 同时也让社区更加温馨 记得请进行关山镇报导 请进行关山镇报导